今天英皇娱乐举行了电影节目巡礼 一众演员也到场知识 包括黄秋生 刘青云 古天乐 玛丽 任达华 慧英红 钟心童 蔡卓妍 周百豪等等 场面星光异异 听说《喵心人》是一部喜剧电影 这次古天乐跟玛丽在戏中饰演夫妻 那不知在戏中两人是否有情热戏呢 紧张我 先刷牙再吃口香糖 不享受了 过后就享受了 紧张过后比较享受 常常也有人说跟小孩拍电影是件很困难的事 但古在就说 不难 从来不觉得不难 很开心 因为他们觉得在他们身上会感受到快乐的元素是什么 对 而任达华和慧英红两位金香影帝影后 联手再次合作拍五大电影 为这部电影产生不少化学作用 这都是华哥说的 那其实真的我本身真的希望能够再继续拍下去 可是因为身体的状况呢 因为都57岁了嘛 57岁在拍动作片其实真的是挺吃力 那我觉得如果我再混下去 就好像是在混在蒙篇观众的钱 我其实觉得过不去了 由蔡卓妍和周百豪人主演的《原谅他77次》 今天也在电影巡礼中宣传 豪姐妹钟心童也为阿萨来助阵 GC安范在电影中也经常原谅周百豪 我们的电影名字叫《原谅他77次》 那肯定有很多争执啊 大家大大小小的架也会吵 基本上每一场戏也是场上 对 对好像感觉你在戏里面没有效果 啊有啦有啦有啦 有啊对另外的女生